几个人正在私下议论的时候 老板娘忽然将目光转了过来 吓得都赶紧闭上了嘴巴 见老板娘神色如常 这伙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真是的 吃顿饭就这么难嘛 这都要跑 哎 这是回来了 就在她说话的时候 一转头 刚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出租车上面走了下来 她顿时异常地兴奋 这一幕被酒吧员工看在眼里 顺着老板娘的目光 朝着玻璃外面看去 看到了林凡的身影 哎呀 这女人呢 果然是想男人的时候最可怕了 看着老板娘前后的变化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尤其是看到老板娘 如同少女一般走了出去 顿时都怀疑人生了 小女儿姿态 这还是一个平时女强着 那一副样子吗 林凡刚下车 看到老板娘过来 有些不好意思 轩姐 我们又回来晚吧 轩子白了她一眼 姐姐还以为你走了呢 正忧愿着呢 你就回来了 你说姐是不是白白的忧愿了 林凡哈哈一笑 轩姐 忧愿这个词可是别人说的 哪有自己说自己忧愿的呀 应该还有我的饭吧 怎么可能没有呢 就等着你吃饭呢 老板娘摆了林凡一眼 直接挽着她的胳膊 林凡看到 店里面的员工 都用好奇的眼神 瞅着他俩 尴尬无比 轩姐 你的员工可是都在看着你呢 轩子痴痴一笑 你还怕看呢 你说你一个男人 有这么脸皮薄的吗 我不怕 轩姐还不怕吗 当今以后没微信啊 林凡调侃着 那你就不用管了 老板娘说着话 搂着林凡的手臂 搂得更紧了 林凡都能感觉到 对方的体温 两人一前一后 走进店里面 林凡看着不少人 都嘖嘖称奇呢 好几个人 眼神之中 都带着羡慕的身色 老板娘身体风盈 善解人意 如果拥有这样的女人 哪怕少活十年都乐意 只不过可惜 老板娘看不上他们 她看林凡的眼神 都充满了爱慕 两人在目光的注视之下 直接就上了楼了 林凡看到一桌子菜 微微有些吃惊 她倒是没想到 娟姐做了这么多的菜 整个桌子都摆满了 林凡有些无语地说 这饭菜有点多吧 在下面工作的兄弟们吃了吗 不如叫上来一起吃吧 你以为姐就这么自私啊 姐可是每样做了两份 他们呢 早就吃完了 娟子说这话的时候 直接将林凡 推到了座位上面 林凡闻了一下饭菜 香气扑鼻 忍不住赞叹 哎呀 娟姐 你可真是好手艺啊 对了 还有没有别人 娟子微微犹豫 接着笑了笑 嗯 我表妹说要过来 现在这个时间了 应该不会来 你快吃吧 林凡有些忧愿 哎呀 我还以为这桌子饭菜 都是特意为我做的呢 我也是蹭了 那个表妹的光啊 娟子的小脸一红 你说什么呢 表妹可是占了你的光 再说了 她还不知道来不来呢 那咱们还要不要等了 林凡看着桌子上的饭菜 咽了咽口水 娟子玩耳一笑 你快吃吧 不用等她 林凡自然不知道 什么是客气 坐下来 直接拿起筷子 尝了一口 随意赞叹了几句 就开始吃了起来 姐 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 就算表妹来 这么多也吃不完吧 娟子听着林凡说话 没一会儿 十个菜被林凡吃下去了 一小半 眼神有些怪异 你确定 你说的是真心话 林凡打了个宝格 拍了拍心口 嗯 味道不错 可惜我饭量太小 吃不完 真是可惜啊 娟子嬉笑着 你确定你饭量很小吗 这话说的嘛 林凡的脸子微微发烫 她饭量还算可以吗 好了好了 姐不和你闹了 你想吃姐再给你做 要不然晚上就在酒吧睡吧 林凡刚要开口说话 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跑来 声音紧随其后 表姐 我来晚了 脚步忽然停了下来 你们吃完了呀 都不等我 亏我还叫你表姐呢 哟 这还有个帅哥 表姐这是交了男朋友了 这一声音传入林凡的耳中 感觉异常的熟悉 转身看了一眼 果然是她 凤林凡 凤林凡也愣愣地看着林凡 伸出手指指着她 是你 你 你认识我表姐 她说着话 双眼转向了娟子 表姐 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还在你这里吃饭 娟子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看着两人 你们两个人认识啊 凤林凡 正是昨天晚上 林凡救下来的那个女人 只不过没想到 她竟然是老板娘的表妹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 这可是我的小弟弟 我倒是想让她做我的小男朋友呢 表姐认识个朋友有什么不对吗 倒是你 你怎么会认识她的呢 她可是昨天才来盛城的呀 娟子似笑非笑地看着凤林凡 林凡实力非凡 能认识表姐这样的普通人 凤林凡有些诧异 听到表姐的问话 她连忙转移话题 表姐 你还问我呢 你说等我吃饭呢 现在有个小弟弟就不管我了 真讨厌 凤林凡说话的时候 一直都在偷偷地瞄着林凡 见林凡神色如常 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可是知道林凡实力的呀 今天早上的时候 她可是问过上面了 窝人死在了一根细细的银针手里 能用银针杀人于无形 那林凡的实力简直深不可测呀 哪能啊 这不是以为你不会来了吗 你想吃什么 表姐这就去给你做 娟子也是满脸尴尬 算了算了 我就凑合着吃一口剩饭吧 凤林凡也确实饿了 见有两个菜没怎么动 拉过来就吃了起来 娟子有些无奈 晚上表姐给你做好吃的 这次不能走啊 凤林凡快子停了下来 看了一眼娟子 她晚上走吗 娟子也不知道凤林凡 为什么这么关心林凡 将目光看向了林凡 两双眼睛盯着林凡 林凡无语了 姐姐做的饭菜这么好吃 我没事的话晚上肯定还会蹭一顿饭吃的 再见